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問我人生必去的景點 我會說Kapadokia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清晨時份過百個熱氣球升空 在大峽谷下徒步 深入地下凍月 拿著ATV和騎馬看日落 這次我和大家總結了一個四日三夜的行程攻略 希望大家今年可以重新出發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中一個兩日六夜的時間 有數 Strikes到430 poi 那凡月月節尤、八 nord中 夏正ойтиances可能ikit設定 Soft peux 我們這間小節快速消耗 秋牌 footprint 《小生肌的 IC når速箇佈!》 依靠那些航空的方向,我們決定我們的退役地區 因為我們想要飛到Goreme,Goreme National Park 有沒有註者看過我去坦索尼亞飛役地球的情況呢? 因為很多人最後都叫我真的在這裡都要飛多次 幸好遇到酒店老闆就是我們今天的機師 我真的要飛多次了 今天應該會好好見,你看看後面開始太陽出來了 我的名字是Murat,我是你的航空 我們將會飛一個小時,在我們的航空中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請留在桌子上,不要跳 即使我們立即桌子上,即使桌子在地上 請留在這裡,不要把桌子清潔,直至我說要做 第二件事,就是海洛的位置 當我站在地上,大家站在這裡,站在桌子上 站在後面,然後把桌子放在桌子上 熱氣球每天升空的起點和終點 都會按風向而改變 退役了,退役了 所以每次飛行體驗都是獨一無二 最新的風向 最新的開發 所以呢,是讓你剛開始 好,我認同網民的說法是應該要飛多一次上 跟非洲不同,非洲是很遠,從另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而這裡是你只看很多熱氣球,而且看到這些地球已經很久 在Cappadocia,我們飛到最多人,我們飛到約600,000人每年 在一般的年代 所以在2019年,我們飛到差不多600,000人 所以,有160的飛彈,每天都飛到差不多 這就是一個禮拜,因為我去過禮拜,當時有80的飛彈 快樂的時間 快樂 直接在車上放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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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滿分的體驗 我給滿分的體驗 當初的Balloon Ride 在France在1783 在1783年 由Mongofield兄弟們 它們與Elde of Wine 所以在我們的公司 我們與Elde of Champagne 這是一間酒的酒 有兩間酒店 有兩間酒店的酒店 準備好了嗎 我們有很多酒店 CivilAviation委員會很嚴重 我們每三次酒店 我們每三次酒店 所以在一年 我們酒店約130天 我們酒店約235天 所以在冬天 我們會有更多酒店 老闆那四個飛機 私家的酒店是真的 應該是有些服務 不是立戀可以拿到 它是飛過超過一千個 所以大家來 找回這間公司 2019年熱氣球因為公不應求 而出現黑市價 炒到500歐元一位 2021年的價錢 由60歐到85歐不等 提提大家報名的時候 記得問清楚熱氣球公司 在日出前升空 還是日出後升空 通常便宜價都會在日出後升空 而貴家的熱氣球公司 就去包早餐 服務都會較好 大約早上8點 完成了升空之旅 緊接下來 就可以參加 Kabadokia最有名的 紅線團或綠線團 我參加這個Green Tour 最期待的 當然不是在這裡看 走著普通的山 我是想去看看 Underground City 還有它說 有3.5公里的 去逛逛 先說一下疫情下 來這個土耳其旅遊的 第一個優點就是 沒有太多遊客 我今天參加了Green Tour 只有7個遊客 而是只有我一個人 說英文 所以是我獨覽導遊的 講解英文的部分 這是一個大的 其實它有8層 在地上 但現在只有4層 現在都開了 開了 居民地下城 早建於8世紀 當時的基督徒 為了逃避羅馬帝國的 宗教迫害 長時間在漆黑無光的 地底下生活 地下城的設計 中環交錯 有些通道 你只可以屈身 才能過到 哇 這裡有點窄 還有一點窄 哇 哇 這個奇景真的很神奇 哇 在這裡走真的很神奇 哇 哇 而地下城也都包括了 廚房 教堂 糧食倉 睡房 這個是他們的廚房 看看一下時間 我想大家一看都看不到 什麼分別 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 主食工具 古人也設置了一些巨石機關 發現敵人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用巨石封鎖通道 可見當時的人 懼怕軍隊的程度 之後我們來到一個 全長12公里的峽谷山景 一日團隻會走3.5公里 下面就已經看到 河水河流的聲音 哇 厲害了 拍照 有沒有人想看我喝這個 土耳其河水 開玩笑 當然喝 拜占時期的僧侶 專程來到峽谷引收 所以峽谷底下 依然有一個迷你的石棟教堂為止 這是一個普通的 很簡單的教堂 像是一般的教堂 像是一般的教堂 像是一般教堂 這個位置令我想起 克羅地亞的十六湖國家公園 我當時錯了季節去 然後冬天 有些位置關閉了 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很錯 但這個位置的山林景色 令我覺得 有點像 旁邊有很多 哇 以前跌下來的一塊石 一塊石 一塊石都砸死你了 變成一個巨石鎮 真的輕鬆 因為靜步 也不會上上落落這樣 很適合所有的遊行 一個指路牌的杜草人 但疫情下 他帶了口罩 很可愛 除非 這個位置夏天可以浸 哇 多數十隻鴨 小桥龍水的地方 下面坐得比較開心 也很重要 這條大陸都要加點醃 很香味 這個ERROR真的有很多奇形怪狀的洞穴岩石 修道遠早建於百世紀 你可以沿著指示牌走上山 參觀Cabatokia最大的洞穴教堂 沒有想過來土耳其 所以當然要來 來過的 回憶一下好不好 那些洞穴的洞穴 喔 洞穴 對 它們可以放在內 通常是從前方的洞穴 只要一個小洞 讓洞穴進去 因為洞穴的洞穴 是一種強烹飪 他們使用洞穴的洞穴 有讀者會開車 四個人 六個人 分享 我當然是叫他們開車 你留多久都可以 這裡我們繞上一個圈 下去又走了 看看 看第二天之前 都要看下我們今集的贊助 Moral Bag 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曾經拿過他們的背囊 去烏克蘭和格魯吉亞 Part 4 今次要介紹他們 是Kickstarter最新推出的背囊 Markis 同樣都是主打環保 每一個袋都用了20個回收膠穴的物料而造成 不多又不少簡單設計的概念 16寸電腦袋 RFID防信用卡 導用間隔 我自己最喜歡 一向都是背部有一個隱藏的小袋位 可以放些貴重物品 平日上班 出街甚至行山都可以 好像我這樣 需要拍照就可以加個相機袋 之後我還會用這個背囊 在香港拍了一條行山片 遲些就再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在我的description有一個網址 自己就上Kickstarter看了 格雷姆提供各式各樣不同價位的動月酒店 如果你一身人只是來一次 我會建議你住得好一點 酒店是家族生意 由1993年經營至今超過20年 而酒店有一個清晨打黑的天台位 可以看到熱氣球升空 放了Pops給你拍照也可以 晚上在同一個位 更加有Live Bank 中午時分我就選擇在市中心行行 爬上山看到全景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日出日落位置 你好… 有時候看到這個景點 你真的很明白為何 全世界有這麼多人 都會很想在Kappadochi 因為真的好美 Kappadochi Kappadochi是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 就是兩小時的ATV日落團 初學者都有導遊帶著 開車的時候一致排開 有些人說很大塵 我不知道 所以我都收了相機 主要用Action Cam拍照 直陽底下玫瑰谷的岩石 都會呈現淡淡的粉紅色 就是它這裡把很多不同的峽谷 就改不同的名字了 但是老老實實地地形 看來看來都是差不多那些 最美的位置 最美的位置 搞不定了太多人太多人 你只看到那些Bites都排在百多階 店員在這裡說你好 Hello Ce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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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大家如果來過Kappadochi 都知道這裡的餐廳 很多都是酒店餐廳 或者是很漂亮的 物價來說都五六十元 或者很多都是百多元港幣一餐 這間餐廳 我想我來這個星期會重複來三四次 因為下午吃的餐廳 烤雞很好吃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間 就是因為樓下的店 是一個土耳其媽媽煮的 一個很家鄉的廚房 很像私房菜的感覺 廚房 但我唯一鹽的一天 它的飯是超迷 我知道土耳其人不是很好吃 但是 這個只有半個拳頭這麼小 因為你拌醬汁很好吃 但是你不夠飯吃 來一間裝修比較有特色的凍月餐廳 就要早一日卜餐 食物種類就少些 和貴一點 不過都是這麼出色的 有麵包 有沙律 有果汁 加上是 不用一百個裏 只是九十元港幣 哇 體脂汁很有敏 有一天 我在酒店看日出 不打不撞 認識了一位旅行社俊男老闆 她免費租了一位ATV給我半天 我現在是 每天的美女女女們 美麗的香港女兰 來吧 卡巴 Drcia 你為了 為了 為了 這次的烘地產品 這次的烘地產品 是 再修補的 我認為這次年來 更好看 但是現在 卡巴 Drcia 現在 卡巴 Drcia 都不做了非常 我們經營的 客人 大概3個月後,當我們有滿溫泉 當時是有問題,但現在沒有問題 很快,我駕駛了5分鐘,便到了我本身 想去4公里遠的Castle城堡 我之後會進去City兜圈看看 總之這裡的景點是紅線才能去到 大央飛20公里 一下子走到最高,讓大家看看 最高的景色是怎樣 我會在這裡看到有香港人這麼厲害 我們本身在美國住 所以就來到這裡玩 對,你真的從香港過來嗎? 對 那你回去就要到隔壁 我土耳其留了一個月 你不是回去 不打算 等到他取消為止 對,所以打算遲些才回去 我還沒吃硬,看到姐姐坐在這裡 吃個芝士餅 不要緊,又有半地人支持一下 剛剛有半塊餅都是放芝士 所以很大堆芝士 最後我更加玩日落的騎馬團 其實跟ATV大同小異 就算沒有騎馬經驗的新手都可以玩到 其實怎樣拍 我又沒騎過馬 騎過一次 希望她乖 對比起ATV 其實騎馬團就比較悶 進去 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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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點點 我上來拍兩張照片 就好像是下午中 隻馬慢慢地走 而且經常低頭吃草 終點站就去了另一個山谷看日落 但就沒有玫瑰谷那麼漂亮 對了,你又是可以看到 這裡無時無刻的日落都很好 好,我們又是完結了 然後就來看日落的地方 走到tour其實都很遲 但剛剛我的小馬 有點難馴服 所以我是馴服這隻馬 但你不懂騎馬 你又問我是否很享受呢 又不是 看看我的馬 總括四天三天的行程 很多人趕時間都會選擇搭飛機 而我坐巴士的好處 就是睡醒的時候 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 如果你從來沒有想過去Cappadocia 希望你看完片之後 會把它放在你人生旅行的一個bucket list裡面